似乎我传选我美的 怎么本人心事或是 真心人他曾有美 为了人情出压着 却是我追寻的经历生命 经据大家为海铭老师温柔婉约的嗓音 道出传奇名林孟小冬曲折的人生 这是3月23、24日于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 隆重推出的音乐会《在眉边、天上人间》彩排内容 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 此次与台湾国乐团跨领域创作 纯粹以人声与音乐的手法 将声音的艺术做到极致的展演 戏曲的表演除了演戏之外 其实演唱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另外一种媒介的方式 所以我这次也等于是 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唱曲跟演戏不太一样 因为演戏我们是在演人物 但是唱也就是以音乐来伴奏 一个演唱会呢 你要唱出最好的一个声音 最好的唱法 然后还要跟这个乐队 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 这就需要很花时间 让大家来磨合 但是呢我觉得这真的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终于可以把这个 很久不演的孟小冬又重新的 把我最喜欢的这几首曲子表演出来 每当要唱的时候呢 这个唱词里面都是王安琪老师 他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从这个唱词当中 你就可以感受到孟小冬的这一生的坎坷 还有他对于一个演唱 或者说他对于他的声音的一个追寻 这一次呢再度吸手呢 我们的京剧大师 为韩女 为老师 为姐 那更是呢 在四十年四十岁的国乐团呢 带来一种更新的气象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过去 我们跟京剧合作的模式 跟现在在四十岁 我们再度吸手京剧 为老师我们合作的模式 又会有何种不同的变化 有种合作在质感上 在深度上 在音乐上 在舞台的设计上 在投影上 在整个的登峰的身上 我想更返前一步 更是跟时代接轨 蛮荣幸可以参与这次的演出 那我们每次听问姐排练啊 演唱啊都非常的享受 有时候就在想说 如果有人还不知道天类这两个字的意思的话 应该都要来听听夏威杰的演唱啊 那这次的音乐会设计呢 它是以在每面天上人间为题嘛 所以我们在上下半场啊 就是针对这个天上人间 做出一个很不同的气氛设计 那大家经常都会去看到这个非常美丽的光明 魏海敏在准备工作期间补充到 以往登台演戏 要注重声段 演艺剧情 很难只关注在自己的声音上 但这种音乐会形式的表演就不同了 可以全心投入在唱唱语念白中 完全用声音来诠释角色 而要将戏曲转变成音乐剧的形式呈现 在编曲上需要重新进行整理编撰 再由乐手们完成诠释 这两部分的协调作业 分别由金曲奖常盛军 吕胜肥老师 与台湾国乐团指挥剧音乐总监 张静波老师来完成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戏剧的方式来做呈现 既然是音乐 所以选出了在这个剧中 就是比较能够有故事性的片段旋律 我们把它串在一起 那也是希望下半场 我们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类戏剧 但是在音乐上 在整个的这个旋律转合上 都能够注意得很漂亮 所以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所以对我来讲 我把国乐企业或者说跟 第一次跟台湾国乐团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也非常兴奋 那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 张静波总监 他还有这个副指挥 周振伟老师给我很多的这个协助 台湾国乐团其实和各种形态的表演艺术工作者 包括传统戏曲的演员 或者像是像魏老师这样子的一代明觉 我们是有合作经验 那这一次当然上下半场的合作方式很不同 就是天女散滑的部分是我们出动了几位的团员 用一个室内乐的方式 然后没有指挥 然后我要是也是独角戏 那这个下半场 这孟小冬的部分就是全团出动 那有指挥 然后这当中当然也就 有更多的速度变化 然后乐团要随时很有弹性的 跟着这个歌手调整 然后比如说以指挥来讲 我就要描摩他接下来情绪 高起来的程度 或者是落寞的程度 然后要带乐团跟着网络方向去做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传统戏曲班子文武场的音乐演绎 只占了整个演出的部分 而此次在眉边天上人间的跨领域合作 借由台湾国乐团使用更为多元的乐器 由乐手的诠释后 让听觉享受到更为细腻 与具层次感的音乐盛宴 在眉边天上人间 记者领席会丁克宇张志佳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